2021年1月5日,现在全世界总共的确诊数目就是8599万4千多 增加了47万8千多,死亡方面增加了8千多个,去到185万9千多 最多确诊的地方仍然是美国,现在的数字大约是15万人是确诊的 现在总共的确诊数目就是2127万9百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1500多 美国昨天的确诊数目就是19万8千多,前日是23万7千多 所以现在美国仍然是非常严峻的情况 而且刚刚过完圣诞,现在看样十天之后,情况就会非常严重 英国那边增加了58700多,去到271万3千多 这是一个近期的新高 好,现在BBC那边有个新的讯息出来,大约是半个小时前 就说最困难的一招,英格兰重新要封锁了 有个很严峻的社区隔离 大家现在看到BBC的网页 包括什么呢?就是现在英格兰那边的新规定就是 除了某些原因之外,是不准离开家的 第二就是 这些所谓的可以离开的原因就是包括 基本医疗需要,买食物,做锻炼工作,或者上班 其他所谓,如果家里你上班就指不可以在家做 就是不可以在家工作的话,才可以上班 从星期二开始,所有学校将会关闭 那些学生就要在家里学习 但是因为他们那里有些儿童,如果不可以上学的话 就要留在家里看管儿童不可以做事 所以那些托儿所之旅 那些early childhood那些就可以保持开放 那就是今年的年终考试就不会在夏天举行 大学生也不用上学 餐厅可以继续做外卖送餐服务 但是在外卖里面不可以包括酒类 必须关闭所有的户外运动场所 譬如葛尔虎球、篮球场和室外的健身室 室内的运动场所会继续保持开放 不准进行任何业园的团体活动 包括那些足球精英的那些可以 那些职业的那些可以 那现在我们大家在镜头上会见到 他现在这一段时间,每日新增的情况 我们看到在1月4日 每日平均新增是54,000多个 所以他比起第一波和第二波 是严重非常之多的 因此现在英国进入了一个封锁的 锁角情况就是封城,封角现在它是 好了,我们回来 第三个新增的确诊地方就是 俄罗斯增加了23,000多个 巴西增加了超过20,000个 印度16,000多 似乎印度的疫情好像下降了 土耳其13,000多 南非12,000多 意大利和哥伦比亚暂时报道是10,000 这些数字因为未到今日的截止日期 所以会是偏低的 如果没什么大变化的话 我今天不会再跟大家说了 如果有很大变化的话 我会再读多一次 另外跟着就是有瑞士、以色列、西班牙 都是9,000多个新增确诊 阿根廷和德国8,000多 印度尼瑞亚和荷兰6,000多 加拿大6,000多 捷克6,000多 阿尔兰6,000多 伊朗6,000多 等等